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正好赶上一个 就赶上休假 反正这地方 能赶上休假的时间 出出门也是不错 所以但出门期间 就是跟大家讲 网络是个问题 我拍摄不是问题 网络是问题 它传递不了太慢了 我个人是有这个条件 可以传得很快 但出门在外 你就得受制于他人 所以那个是一个 一直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我有一次拍过 在山里有一次拍过 结果跑到青巴克去 在那蹲了一个半小时 传了一个320点的视频 做了十几分钟 挺辛苦的 说实在挺辛苦的 因为传文件就比较麻烦 所以就提前 跟大家做出来吧 那也就这样了 我尽我最大可能 那现在注意 现在的状况 是处于一种大变化的状况 大变化状况 就像我们节目中跟大家介绍 我说 我自己走到哪 说到哪 走到哪 看东西也是 看到哪 说到哪 有些东西 它是完全自己出现在 闪现在自己的头脑中 闪现在自己头脑中 那我们在周末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有关智能化产品 将统治人类 这就是今天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说法 而智能产品统治人类 对垒正常人的社会 西方社会 这出现了所谓的智能产品 其实 你叫高科技也好 叫什么也好 其实它就有着外星人的含义 非人类的含义 这是非常大的话题 我们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一幕 在云图中看到的一幕 黑客帝国看到的一幕 在我们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 就像我说的 中国人现在 你用二维码 你用支付宝 你去淘宝 你去聊天 你全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对今天中共当局 那些大公司的老板 个个要向党看起 所以你所有人的东西都被党放在手里了 他在这个基础上 这种十几亿人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做出模拟人的这种东西 在西方社会是有着不可抗拒的感觉 他没有这个数据 他没有这种大半事情的基础 没有 很多人说中共集中权力会办大事 我在今天脸级当中说了那么个说法 不太好听 集中权力办大事 你知道他的邪恶在哪 你知道他的邪恶在哪 一个权力者 一个拥有权力的一个 一个恶霸 在一个地方可以任意强占一个女子 强占一个女子 在他的概念当中 他不用求婚 不用追着谈恋爱 不用赠礼品 不用一切凡俗的手法 直接把他承纳为自己的女人 十个月之后怀胎 生孩子 他的一切的客观结果 跟明媒正确娶个女人是一样的 那他缺少的是什么 人的尊严 这是什么 一个权力可以办大事 生孩子 那个孩子肯定就是你的主 跟你的儿子 跟你的儿子没区别 跟你明媒正确娶女人没区别 性你的性 有你的血脉 共产党的集中权力办大事 就这么回事 所以谁再说 中共的体制可以集中权力办大事 你就回头看看你老婆 你牛脸看看你女儿 低头看看你孙女 回头看看你娘 那是对人的侮辱 那是以结果定论 以贪婪为目的 日本出于网络间谍的担忧 审查华为跟中兴 那这是继澳大利亚 美国之后的 又一个国家 对中兴和华为直接提出来 我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中兴华为承担着 中国制造2025的今天 关键时刻的 关键时间段的 一个重要的角色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 将直接影响到 就是这个位置的现在 是他能够拿取 获取多少 在与他相关的西方社会的高级技术 日本人也在讲 是个间谍行为 所以偷取窃取 骗取 装后门 与各种技术手法 是这两家公司得以生存的 它的存在的真正价值观 这是今天中共不花任何钱 都花任何大价钱 都要把中兴救活的真正目的 日本正在效仿美国 对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担忧 美国官员强调 在网络基础设施中 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 会带来安全风险 澳大利亚上周禁止了 两家公司参与的5G的建设 英国政府在研究报告 7月份的研究报告中 明确讲 华为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日本内阁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讲 开始研究是否有必要收紧监管 降低进口设备 所带来的这种渗透的风险 日本注意到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 但将独立做出监管决定 这是日本官员讲的 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 电信网络设备的供应商 超过爱立信 超过日本自己的公司 尚未做出正式决定 中兴跟华为的人呢 也没有评价 但早些时候 华为回应说 他的设备是安全的 他为其该公司所有 公司为私有制 运作独立于中国政府 在中国的企业 独立于中国政府 我觉得你就看看万达 万达 万达的老板三年前曾经说 他做的三年前 四年前吧 他赚的一 万达的一分钱 都跟中国政府没关 你再看看万达 从去年到现在那份 这份样子 这就是中国的生意人 没有对错 他就你要再做生意 你就只能这样 对吧 骗完朋友骗媳妇 骗完媳妇骗孩子 骗完孩子骗老娘 都骗完了 一直都在骗自己 那没有什么对和错的 没有 华为中兴 奥运会之前 所以5G网络来为奥运会提供服务 目前运营商开始下单采购相关的软体和设备 他说这些软体和设备是过去几年来这些运营商跟华为共同研发 所以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华为的状况 也介绍过他的背景 也介绍过习近平提到的中国制造2025 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的时间是一个时间 2015年9月28号在联合国 所以这是议题的 如果有一天华为接受了党的命令 他在世界各地所留下的任何东西 他只有他一份东西能够产生作用的话 他联为一体的话 在世界网络中是一个巨大灾难 对吧 可以摧毁世界网络 比如说 曹哥你在讲科幻片 人家都干得出来 我们就随便聊聊 人家都已经干出来了 我们就随便聊聊 你现在中国人用微信 你离开微信行吗 你离开支付宝行吗 你离开淘宝网行吗 你问你自己啊 而你失去的是什么 你获得的方便 你失去的是什么 你自己 美国的日本的最大手机运营商 NTT 以及第三大运营商 软银 旗下的日本移动 都已经按照日本的通信省的指示 跟华为 与华为进行了实地测试 如果美国日本政府不决定采取行动的话 那华为有望获得丰厚的回报 所以他一直希望成为网络技术标准的制定者 那而把日本视为他的展示雄心的关键市场 5G网络速度更快 可以为汽车住宅银行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连接 更好的连接 我们知道在华尔街日报里面 在更前一天提出一个日本的银行 日本的银行高管直接质疑 华为跟中兴的产品 直接质疑 但是呢 软银移动业务的高管 另外一个人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他认为他的华为跟中兴通讯的安全性呢 被验证了 但当被问到日本政府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 他说软银将与监管部门进行认真讨论 所以他们采取的方法很聪明 华为跟中兴 他跟当地的很多公司行为连体 那任何政府部门的行为 由当地公司去处理去 软银是美国 是日本的 那日本政府的行为 软银自己去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讲的不错 现在是周末 那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